HELLO,大家好,我是收聽Bili Bala Talk 在這一劑的下跌當中 其中一隻股票跌得很厲害的就是Muji 由最高位接近$25左右跌到$20 甚至有一段時間跌破了$19的情況 4月23日出了上半年的業績 其實是非常英俊的 它的利益上升了2.7% 當中日本的利益上升了8.3% 在海外下跌6% 主要是因為歐美國家 仍然的利益下跌49% 隨著那個禁止 慢慢恢復的時候 這個情況應該是會回頭 變回一個正增長 不是一個太大的波動 而日本又或者是東亞 尤其是中國和香港台灣這些地方 都會成為一個北美和歐洲熱務的一個參考指標 在這個控制成本方面 是可以下跌2.4% 比起上年的同期 主要來說 有幾樣東西 就是這個 廣告費用下跌了接近20% 人工上下跌了12% 因為有些店鋪閉下跌的時候 就是兼職的員工聘請了很多 這個就省了一點 而租金上也都省了4% 因為有些店鋪閉下跌了 有些租務上相對地的減免各方面 以至到它那個的Profit 就比起上年同期大升了48% 公司估計 全年的Net Income 會去到35,000日圓 這個就相等於大約 現在的股價來說是19.4倍的PE ratio Return of Earning 上去過去PCOVID的正常水平 就有18% 在這個零售股來說 算是挺高的一個回報 同一時間 Wuji計劃是重點focus on 在日本本土的增長 同一時間就是海外來計 只會集中在中國、台灣、香港和泰國這幾個市場 過去幾年 Wuji曾經大力進軍海外 在歐洲和北美都嘗試大展紅圖 就好像其中一個不正確的對手Unico Unico在這方面是非常成功的 但是商品上有很大的不同 Muji始終是一個Niche市場 是比較小眾一點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這種Minimumistic的做法 所以如果它循著這個Unico 一聲便是遍地開花 以至到它能夠減低了開支成本 增大了economic scale 這個方法似乎 Muji是痛定屍痛 是做不成功 換成一個進可攻退可守 集中去做一些 涌等多一點的市場 在其他地方只不過是一種試點的方式 可能是更加保守 而又能夠配合到Muji 那個品牌價值的一個方式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我相信它的利益 又能夠做到一個正增長5-10% 應該是有可能的 包括了這個銅店銷售大約有5% 再加上每年開店的比率 是大約3%的話 假如它因為covid的緣故 成本始終開始大了 將來來說 那個net margin 可以是由7%去到8% 又或者如果你看operating margin 由10%升回到11%的時候 每年有一個high single digit 或者low double digit的回報 應該是可以做到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相信它的目標價大約是25元 而25元算是一個保守的說法 現在既然現價大約是20個多的時候 可能有15-20%的回報 我覺得都值得來增持 或者是持有 我自己利新 我自己是有Muji的股票的 就是Picovic之前買 而在它跌到下去 剩下10元的時候 就大量增持了 所以現在是有回報 我每次去Muji都會報價 以及分享一下我自己的Muji的看法 那時候也有跟大家說 升過了22元 現在23-24元 我都扔了很多 如果你有跟的話 應該不會虧損的 現在20元的水位 我會增持多一點 但我又不會大量增持 增持多一點 這是我自己對Muji的看法 以及Pitch 接下來有機會 都可以分享一下 我自己對Unical的看法 今天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Like、Subscribe、Share Bidi Bala Talk